咱们谈经济 本周美联储立立决议可能是预示着最后的一个加息 那么欧洲央行本周加息是几乎板上钉钉了 那美欧加息周期的货币效应预计在今年四季度才能全面显现 因此下半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非常高 这已经就成为当前国际市场比较一致的看法 那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强汇率市场的波动率放大 美欧日这些全球主要股市房地产价格又形成一个双泡沫 再加上一个债务汇动 下半年的国际金融市场走势可能会更加的不确定 最确定的应该就是下半年世界经济 这个一致认为应该就是会动荡 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强汇率市场波动率放大 美欧日这些主要的股市房地产价格又形成一个双泡沫 再加上一个债务汇动 那下半年的全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能稳定吗 现在是明显要熬的 也说熬过今年年底 那么也得再熬过明年上半年 这样你才能够 咱们说才能够有一些投资机会 千万不要在明年上半年之前去投资 我还是提醒大家 关键是华尔街收割计划 现如今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 最明显的一把刀了 随着现在所有人都意识到 他这个刀随时可能落在全球市场 刀都都举起了 美国的金融集团现如今把各大经济体的资产泡沫 先都推到历史高峰 什么时候收割就是等时机了 金融收割向来都是美国坚定不移的国策 华尔街咱们说绝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从头到脚 从每一个毛孔里冒出来的全是血腥味 这就是美国华尔街 那想想为了石油美元 你想想当年杀了多少人 一系列战争 海湾战争 叙利亚战争 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所有的战争 你期望美国的金融集团放下屠刀 那就是白日做梦了 因此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来看 看起来好像很红火 尤其是除了中国以外的市场 实际上风险非常高 一旦华尔街镰刀落下 次贷危机 其实都算是轻的 之所以美国的收割计划往后拖 主要因此中国 中国在努力的摆脱美国的金融陷阱 一面削弱美债持仓 与去棉化 一面控制国内自然方面 所以一直在努力 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 主要的一个核心稳定器 它是世界经济主要引擎 所以中国经济走势越稳 体量越大 美国收割世界难度越大 它美国就靠震荡了 咱们说资本主义的核心就是清零 一定有一场金融危机 那就是清零 美国之前因为它控制世界 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体量越大 中国稳定 美国相对在世界制造震荡的能力 就会降低 现在看美国对此 现在看已经成为热锅上蚂蚁 收割计划不得不再延迟 这就使得美国收割成本就上升了 所以美国用尽一切手段 想打击中国的经济 所以贸易战 汇率战 科技战 金融战 这个过程是必然的 这就是现实 咱们意识到这些现实 原因在于什么 原因在于中国崛起 中国是制造了世界的稳定 这个稳定就让全世界发展国家 免遭美国的咱们说清零 毫无夸张 现在当今世界应该感谢中国 因为中国在全球和平发展 做出了截除贡献 而且是替全世界要发展的国家 在顶处压力 当今世界在 你看俄罗斯在乌克兰 在用实际行动 在挡住北约的东扩 对吧 中国在用实际行动 在金融领域 挡住美国的收割 我觉得中国背靠背 咱们可以看出 这个世界还是有 咱们说有反叛者的 咱们用美国的角度看 就是反叛者 这套秩序的反叛者 这个世界不缺 你看一个是俄国 一个是中国 咱们一直强调斯拉夫民族内战 这是实际行动 萨克人希望 斯拉夫民族内战 然后彻底将文明消失掉 现在看斯拉夫民族的内战 他就找准了乌克兰 普京也认为 这是一场文明的斗争 中华民族现在也在给世界做工县 当今世界2020年前后 已经被美国收割了 但是一些发达国家 现在是要反对中国 因为他们还抱着美国吃肉 他们喝汤这个幻想 大家想想是有情有趣 疫情之后 还有人抱幻想 就是他们能喝汤 什么英国 欧盟 日本 还在幻想能喝汤 他们也想在新轮收割周期中 分一杯羹 要补偿自己的债务回动 但是美国能够放过日本 欧洲 英国这种发达经济体吗 但像他们在美国眼里 不就是跟羊是一样 尽管你觉得自己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狗 我觉得在美国人眼中 他们是狗 他们不是狼 他们是狗 但是在美国这是狼的眼里 你还是一块肉 你和旁边的羊 发达国家那些羊 相比何尝不都是一块肉吗 对吧 那欧洲日本这种发达经济体 现如今 已经被美国人 现在都已经圈到羊圈里了 随时准备收割 欧盟不仅成为肥羊 现在还已经跳进了 美国设置的地盘陷阱 原因就是 东欧这些斯拉夫国家 已经进入文明的斗争 昂鲁萨学人 不占屈人之兵 其实用在斯拉夫民族文明消失中 现在他跟当年打一年人一模一样 就是让内部斗争 斯拉夫人杀斯拉夫人 我觉得昂鲁萨学人文明 咱们中华文明 历史上千年记载 各种胡人这种记载 少民族记载 我觉得咱们 真的是应该再写一部历史 就是对海洋的这些游民族 做一个记录 很多中国人 像什么台湾人 香港人 新加坡人 海外华人 很多都已经变成胡话的汉人了 咱们可以理解成胡话的汉人 他们很难理解 其实按照中国古人相反 就是胡话的汉人 他们进入这个体系中 他们不自知 但是咱们现在想想 这种民族 这种文明 其实可以看出 一岁文明 非常非常恶劣 他并不是希望其他民族 其他文明能存在 而是采用各种方法在消灭 只留保留他一个民族 一个文明 现在看 欧洲已经跳进 美国陷阱了 华尔街的 罗杰斯 目前就说 美国实际债务金额 实际远远高于美国财政部 公布的 32.5万亿美元 这只是冰山一家 大量的资产负债表外的债务 目前真实的美债总额 据他了解 应该已经超过158万亿美元 这个债务黑洞决定了 美国后期不仅要再创金融危机 再造金融危机 而且连欧洲日本 发达国家也绝不会放过 因为这肉都不够吃 中国只要没被收割 那么剩下的就欧洲日本 这些肉都已经不够吃 因此美国 欧洲日本 所谓的同盟 基本不会维持太久 因为一旦把这狗收割了 当肉吃了 大家想想 这些盟友 新危机 到来也就是华尔街最残酷的一幕 这个利益将决定一切 这些狗绝不会有活命的机会 因此美国前期抛一系列好预期的经济数据 甚至大大超出市场预期的数据 但是美元却跌了 这说明市场根本就不看好美国经济未来 而且认为美国经济数据造假问题太严重了 现在看美国经济的真相 在下半年开始逐渐的揭开 咱们说真实的面纱的时候 虚假的掩盖数据的这些风险 就完全曝光了 市场恐怕就会下入到新轮的 咱们说新轮的动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迎订阅上的声音 感觉大声 并且已避免 我救出你 技能 由于 掩盖到